嗨,我是巴老师 好,各位Zoomba的粉丝跟Zoomba的爱好者们 刚刚的这首歌曲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节奏 对,就是Salsa 无论你有没有讲对That's fine,没有关系 因为Salsa的这个节奏在Zoomba里面算是主要的一个节奏之一 因为课程是来自于南美洲 所以南美洲的音乐有一些音乐是 有一些音乐是Zoomba课程里面一定会有的 OK,所以Salsa是其中一个 Salsa的音乐真的很好听 但是对于一般的这个 就是可能成为Zin 就是出来教学Zoomba的老师们来说 Salsa这个节奏的确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当然经验会让你越来越好 不过这样的一个节奏 你还是得把它放在你的Zoomba课里面 OK 好,这也不是老师要跟大家说的重点 老师要跟大家说的重点是 我终于回来了 耶 好久好久没有录Podcast 我想说可能我都被大家忘记了 或者是大家都已经忘记我了 OK 当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在Zoomba课程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你有一些教学上有一些问题什么的 我都希望你可以跟我说 然后让老师可以比如说在空中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让这个可能有跟你同样的困扰 或者是跟你同样的问题的人 他们就可以知道说 啊原来对他就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他就觉得 哦有一个方向可以让他你知道吗 去可以让他去 就是有个方向可以让他去怎么讲 去成为可以让他让他走吗 这样也讲的不大对 就是有个方向可以让他依循 或者让他解决他的一个他的一个问题跟困扰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是私讯给老师 然后让老师 老师也会问你愿不愿意让我分享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会把它分享 就是在Podcast里面跟大家分享 OK 好 这段好像讲的有点复杂 Anyway 反正就是我回来了啦 那我觉得疫情这段期间真的说实在的 在发 不能讲发生太多事情 而是有太大的一个转变 如果你是有氧老师 或者是你是教SUMBA的老师们 只要你是团课的老师 其实影响算是有点大 也是就像家坊间的一些小吃单 或者是租租那种店面的一些 无论是一些餐饮业 或者是一些贩售的服装业什么的 其实影响都很大 OK 所以教团课的老师影响是真的蛮大的 因为团课嘛 就是大家凝聚一起运动 那疫情的关系 所以让大家都不太愿意出去 跟大家有近距离的接触 这个当然是大家都可以了解 老师也可以了解 所以说团课老师影响真的很大 所以我们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把原本的实际课程把它转为成线上的课程 那你说转成线上课程 就可以很顺利吗 其实没有 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设备的一个掌控 还有你家的空间够不够 以及学生来上课的时候 他的设备 还有他的一些网络连线的问题都会有 这都不是只有单方面 是双方面 那再来就是乐趣的部分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上线上课程真的是很无趣 因为你一个人在家 对的确 团体课程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 旁边没有人你就变成他并不是团体课程 而且以SUNBA来说你就没有party的感觉 因为你一个人嘛在家 那当然是荧幕上有非常多人是跟你一起都没有错 可是那个临场感跟互动感就会有差 当然这段期间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可以保持运动 所以我们才把它转成线上课程 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不能讲说让你的权力受损 而是好像这段期间好像你就可以暂停 就是我们不希望你这段期间暂停运动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可以持续运动 OK 所以才会有一个线上课程 OK 那这个线上课程当然到现在来讲 参与的人数说实在也没有那么多了 可能是因为疫情趋缓 那大家都往户外走 所以比如说旅游的 拉国内旅游的其实都已经开始活动起来了 这真的是个好事 那当然对我来说实体课程如果也是可以恢复像以往一样 对老师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也对大家来讲也是 因为说实在的人跟人的那个团刻的凝聚力量真的很强 这种凝聚的力量呢 举个例子就像一朵花 这段期间可能大家关在家里 这朵你就像一朵花一样 它会萎靡吗 就是会感觉上没有生气跟朝气 可是当你出来群聚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团刻不要讲群聚 这种团刻的这种凝聚力啊 会让你那朵花感觉又重新绽放 会觉得非常有生命力 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当然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你知道有互动 然后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开心的运动跟跳舞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家的政府 把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好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岛屿啊 这个台湾的岛屿可以能够正常的活动 当然了我也不是说好像只有这样就好 我当然全世界赶快恢复以往的这种生态 以往的这种生活 因为台湾其实算蛮幸福的 我们现在只短短遭受到五个月的这种 Lockdown就是有点是 你知道吗 就是比较 不是说锁国 就是让大家比较能够 就是限制了大家的一个活动能力 可是你要想国外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 他们已经维持了大概一年 甚至已经跨两年的时间 都还在Lockdown 都还在那种限制你 然后不要出去吃饭 然后不要出去哪里都是希望你待在家里面 所以说真的这段期间 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老师也会有悲观的时候 所谓的悲观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疫情会发生在我这个年代 发生在我的这个时期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像说好像老师 比如说这一辈子老师可以活80岁 所以为什么他要发生在我这个80岁里面 这样子 而且我也不知道这疫情可以持续 可能会持续多久 有可能他会持续个10年左右 有可能 所以变成我80年的这个光阴 我就会浪费10年 没有办法 比如说可能出国 或者是去做 比如说好好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像我每年都还是会出国去看看 不要说看看世界 可能去上课啦 或者是一些开会等等 去去走走 所以我觉得就有点 就有点悲观 可是 当然我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因为等于是说这段时间 好像就浪费掉了 有点蛮可惜的 可是说真的 人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转个念 比如说这段时间 的确是让老师没办法出国进修 或者去外面走一走 可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或者是说这段期间 是不是有别的意义存在 需要我们去做的 就像老师最近在学做饭 在学一些怎么样去做料 不要说做料理 等于是做饭就对 然后还有老师会去和平骑脚踏车 去户外走走 做户外活动 因为这以前我不会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疫情之间去做了这些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 等于我学习了新的东西 OK 那这也是我想做的 我并不是被逼着是说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没有 是我真的是我想去做 所以我就去做了 所以在这段期间呢 老师的工作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然后工作生 应该说在工作生活当中 在工作这一块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变成我多了很多时间 那我这些时间要干嘛呢 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各位我也很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 你跳Sumba跳很久 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课程的话 你想要让自己学习更多 有关这个课程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说 你觉得你可以学一个技能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 你可以你想做你就会做 OK 你不用去担心或者是去顾虑说 会不会怎么样啊 会不会就是 谁会怎么看你啦 我又不是一个 这个专业的老师 我只是一个可能上班族 或者是我一个家管 那我做这个东西 是不是会让人怎么讲 就是你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出现 各位 老师学做菜 我学 比如我最近有在学什么 Pancake 或者是一些束缚雷 我也在学习怎么打奶泡这件事情 好 我不是专业的烘焙师 可是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并不会想说 怎么办 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又不是专业的烘焙师 我要做这个要干嘛 OK 我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做 然后我可以自己做来吃这件事情 我也并不是为了说 我打奶泡这件事情 我要做给谁看 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做出来这东西 我有种成就感 我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这个东西可能 对一些专业的一些烘焙师来讲 那没什么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 哇 这个成就 因为我这一辈子 我可能也不会去碰这东西 就让我碰了这样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做起来是让自己快乐的 所以你去学你想学的 你去学你想 比如说苏玛你想去学 你就学 你去学的是你自己快乐的 OK 那你有些人可能说 我学了这项技能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老师 可是我有这样的技能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 把这个技能在外面发挥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快乐 分享给大家 当然可以 就像我学会打奶泡 可能我把奶泡打得很坚挺 然后又好吃 那我可以请朋友来家里面 我可以做给他吃 或者是哪一天 我可能 学会怎么做生日蛋糕的时候 哪一个某天哪个人生日 我做做就送给他 这个也是 这个也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 你知道吗 我会做的东西 我就把它做出来 那我送给人家 是我想做的 我又不是说 是他要求我要这样做 没有 所以你喜欢顺吧 你学了 你把它分享给大家 是你想做的 所以我才会 其实我一直鼓励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课程的时候 你就去做吧 或者你很想做的事情 你就去做吧 就像老师一样 这段时间 你知道 成就解锁 我真的不会做饭的人 我学做饭 当然是不好吃 没有到那种坊间的那种 可能 我料理起来好美味 即使我做失败了 烤焦了 或者是 比如说什么 做起来不好吃 或者是奶泡没有打发什么的 我还是会把它吃掉 就我真的会把它吃掉 我不要浪费食物 就是我把它吃掉 虽然不是那么的美味 但是还不难吃 就是我会把它 想办法 你知道食物处理机 我就是一个人体食物处理机 我就会把它吃掉 所以anyway 所以我就很鼓励大家 你真的想做 你去做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研习培训 当然有一些更动 那现在大概在10月中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 全部都有一些实体的研习课程 当然也很欢迎大家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你可以就近 或者是找你 比如说可能你当地的地区 就有一些研习培训的话 就可以去参加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就去 OK 那这里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疫情期间 的确是改变 很多人的生活模式 的确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 我们不用去悲观的 去看这件事情 虽然我刚刚说的 如果我只能活80岁 我可能有10年的时间 都在这个疫情的当下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要悲观的10年 不是的 而是我可能要从这段时间 或许是要去调整我的步伐 或者是有一些意义在里头 需要我去改变的 或者是我要去学习的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需要我转个弯 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转个弯去思考 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角度 就是观点可能要改变 或者是怎么样 就像可能我一辈子都是往右边看 可能这一次老天希望我往左看 也说不定 就是可能这段期间 就是可能需要去做一个调整 就是这样 我不能出国 但我很想出国 那我出国的 为什么我想要出国 第一个当然是为了要放松嘛 再来就是我也想要出国去静修 去学一些课程 那既然不能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把它调整一下 可能就是变成在国内学习等等的 或者是做线上学习等等 就是这一种 这是我要说的 有些东西是 真的没有办法 我们就转个方向 或者是这段时间 我空出来很多时间 那我就去学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不对 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很忙碌的人 或许这段时间 就是要让你缓缓脚步 去思考 你未来想要 可能不是说你未来 就是可能要你缓缓脚步 去做你 可能这人生当中 你想做的事情 你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做 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做 有可能是这样 这是老师的一个观点跟看法 当然就是要看大家的一个 就是立场 因为也并不是说 我的观念就是 符合所有人的观念 不是这样 而是 我是就自己现在所遇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分享给大家 这样 好 这就是大家想 不是大家 这是老师想要跟大家说 而且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录Podcast 所以这段时间 真是不能讲荒废太久 而是因为 第一个是设备的问题 再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的确 所以我真的也就等于人生需要静静停下来一个脚步 再来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主题 就是我一直很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可能一些主题 或者是说你可能遇到一些瓶颈什么的可以分享 就让老师有机会可以在空中分享给大家 其实这段时间 我因为都在家做线上课程 比较少出去跟人去做接触 那说实在就是有一点 就像我刚刚说的花一样 我觉得我家这朵花有点萎靡这样 那我会出去跟人家有互动或者是 那种不能讲群聚 对不起 我都不想用这种字眼 我觉得有个能量的凝聚 就是会让我觉得我的精神整个有来那个花有整个 绽放的这种感觉 OK 那这段期间在家其实我也思考过比如说 人生 因为老师的人生应该已经快要过半百了 讲这个话可能有些人可能想打我 就可能已经过快过 已经快到人生的终继战 那我就一直在想我这辈子到底要干嘛 然后我这辈子的人生是 就是有什么事情是我想要做的 我知道人为了要人要生存 经济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工作对不对 那你除了工作之外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可以去做OK 还是我这辈子就是工作 然后生活工作生活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是工作 那其他的时间他可能就挪用去做一些 可能他喜欢往海边跑 他很喜欢往山上跑 他很喜欢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是 challenge 这些东西 这当然很好 那老师就在思考我到底觉得我应该是 到底这辈子我到底想要做什么东西 除了我的工作之外 所以你变成你再花时间去 从事你的兴趣 有些人是怎样 那 接下来我一直在想说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我也不会因为 谁的生活非常精彩 过得很棒 那我就要用 我要去跟随这样一个人的生活 不是 我会从别人的身上去 不能讲观察会去看 有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是让我觉得 很棒 有一种很棒叫做 哇他做的很棒 另外一种很棒的意思是说 我也想要这样 那种很棒 我不知道大家听 懂不懂老师的意思 就是 你会看他的生活是过得很好 有一种很好是说 哇是 你可能会觉得 哇他做的很有 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就这样 另外一种很好是说 哇我也很想要这样 所以 我觉得就是 就让我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我学做菜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 我真的不会 那我也想要学学看 那 做做看 我觉得做起来是真的有成就感 即使他真的不是那么好吃 可是当我看食谱 跟我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 哇 我真的做出一个东西来 那这个东西是 就像我说我看别人做 我觉得很棒 但我也想要做 所以我就会做 这件事 所以 我就在想 因为我每次在看一些YouTuber 就是在拍影片的时候 有些YouTuber的东西 或者是他在做一个Vlog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他的生活真的很好 那有的时候我走在路上 我会去观察人 去看别人 比如说 可能他 只是走路的样子 或者是 外面打扮的样子 我就会去看 那我 有些人是 会让我觉得说 哇这个 这个人的 可能我就是 从他的外表 去评断这个人的生活 应该是很好 比如说他可能就是 你知道 Ladies 就是 不是说穿很高级 也是穿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走路起来非常有自信 我就觉得 哇很棒 这个 这个是我想要 我想要的 样子 我就会觉得 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去 看喔 因为 当然我也会去想说 全世界人这么多 台湾就2300万人 这2300万人的人生 是过得怎么样 当然一定会有压力跟 所谓的那种 就是 辛苦的时候 就是 人生就是这样 只是他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都会去想 这件事情 就是人的生活到底是 每个人到底是过得怎么样 喔就像 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前阵子不是一个很红的 在Netflix里面有一个叫做 章 章鱼游戏吗 鱿鱼游戏 鱿鱿游戏 对 就最后那一幕啊 那个得癌症的老人啊 他就躺在病床上 在跟那个男主角 在 在讲聊天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啊 他非常的有钱 可是他不快乐 他说这世界上啊有 两种人 是对人生是不快乐的 第一个就是非常的有钱人 再就是在路边的流浪汉 他们说他们对人生是无趣的 他说有 除了这两种人之外的中间这些人 他才能够体会到 人生的快乐 这句话其实我听起来都觉得 嗯 我觉得好像 蛮有 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就在思考 因为我不是有钱人 可是我也不是流浪汉 我有在工作 但是生活上的确是会有压力 跟所谓的起起伏伏 买个东西可能还要经经计较他的价钱 就是这种人 那我老是就是这种人 可是我觉得我人生过得蛮快乐的 虽然是 在经济上是真的是需要 就是有点压力 这没办法是人生嘛 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讲那句话其实我会去思考 有钱人为什么会不快乐 第一个是有钱人他因为那么有钱他一定很忙嘛 可能一天24小时扣掉睡觉的时间 他几乎都可能在工作或是在动脑 因为他 他之所以那么有钱 就表示什么 表示他可能经营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 公司非常庞大 他所要 看的面跟他要思考的角度 或者是他要做的事情要非常多 这是一个 那你说流浪汉呢 因为他没钱嘛 他就永远在路边 他就在路边乞讨 他可能就是糊口饭吃 他也不能去从事他想做的事情 这是 流浪汉 因为他就不想工作嘛 不想工作就是这样 有钱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他一直在工作 在他很有钱 他想要什么钱就买得到 他就觉得得来的东西不会不易 是很简单 或许他是因为这样他觉得不快乐 可是对我这种中间的人来讲 我可能就是 人生可能偶尔要追着前跑 或是人生追着前跑 可是对我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我可能会想办法要去 买到他的时候我就会去 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 我可能是为了这个东西 我可能会去 去挣一笔钱 然后当我准备好这笔钱的时候 我买那个东西的时候 觉得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就在想 那个 游鱼游戏里面的老人家 讲那句话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有趣的意思是 对我反而觉得 非常有钱人 跟流浪汉这中间的人 反而是 快乐的 而且他是有时间 可以跟人相处 可以跟朋友聚在一起 然后可以跟家人有 互动或凝聚的 可是有钱人 几乎没有时间陪家人 因为他永远都是 为了工作而工作 可流浪汉就是 我不想工作 我就是一个人在这里 所以 反而是极端的这两种人 反而 快乐的成分就很少 反而是中间的 这群人反而是快乐的 所以 anyway我要讲的是 老师其实是 人生是过得快乐的 可是有的时候 我都会给自己 很大的一些 很多想法 就是 我在有空的时候 我都会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可能是老师的外星人的脑袋 我就会去想说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的 人生是什么 就像我说我走在路上 我都会去观察人或看人家 那有的时候我从外表 或者他的行为举止的时候 去看这个人 可是我只会用我的想法去 评断这个人 但我不会去讲出来说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因为那是我脑袋里面所去 去观察去想出来的 并不是一个叫做标准答案 也不是一个什么叫正确答案 是我看人的角度是这样 所以我当然走在街上的时候 我多少都会左顾右看 去看一些人 包括一些 学生啊 然后一些 就是路人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 当我比较 不会那么赶时间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去看 或者是 搭捷运的时候 我当然会 偶尔会抬起头来 然后从一些 玻璃啊 就是一些门窗去看一些人 这样子 人生百态嘛 有的时候 就蛮有趣的 所以很无聊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 有一天当我 坐捷运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滑手机 所以我当我 把手机放下来 抬头一看的时候 整个车厢的人 全部的下巴都是 我就是 眼睛都是往下 45度角在看手机 然后我就这样 晃一整步 这样全部的人都在滑手机 然后我就会 一直去 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 反正是 我一直在看这群人 但这群人都不知道我在看他 OK反正 因为这就是 老师有的时候都会 莫名其妙 应该是莫名其妙 就会在路上的时候做这些 很奇怪的观察 那我也不 我不是做出奇怪的举止 是我会去观察 OK 好 反正这段时间我就很多时间 我就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有脑袋挂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 那我还是希望呢 生活可以赶快恢复 去年那样子 可以让大家可以 比较正常的 可以往户外 然后 户外活动 然后不用戴口罩 然后可以跟大家 比如说有凝聚啊 然后开心一起活动等等 而且 我很想要打球 我好久没有去 打网球了 然后因为这段期间 连户外打网球 各位我都还要戴口罩 即使 你们知道 网球场有多大吗 网球场 很大 中间隔了一个网子 我跟教练的距离可以说 应该有50公尺吧 我在想 或将近50公尺 连这样子我都要戴口罩 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接受 而且加上 因为那个是比较算是高强烈的运动 所以我 我觉得戴口罩我一定会受不了 所以我一定要等到 我们的部长 宣布说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的时候 我才要再去打 所以我当然希望可以到 这一天的 就是我希望 让这一天能够赶快来临 让我可以有 恢复我想要做的一些 事情 OK 好 那今天呢 就大概到这里 我不知道说今天的内容 对大家来说 是不是可以作为 比如说 睡前的一个床边故事 或者是 你可能现在在做家事 或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 把老师的podcast 放在旁边听 老师的声音还可以啦 以前 朗诵跟演讲比赛 其实也是 不能讲说很厉害 但是至少有这个经验 虽然嗓子没有以往的 那么好听 但我觉得 还可以啦 OK好 那 今天就到这里 那我还是要播刚刚的这首歌 它叫 Hawai吧 H A W A I 这是一个 嫂傻的一个版本 OK 希望你喜欢 祝你 你如果有很想要听的主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 想要来问巴老师 虽然老师不是心理医生 但是我会用我的经验来分享给你 我的天我的手怎么这么死 我会用我的经验就是分享给你 老师是不吝啬分享我的 人生经验 如果我的人生经验能够帮助到你 或者是给你一些 让你比较说 原来 老师也这样 就是感觉上 你这一路上是不孤单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 好吗 好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听 我是巴老师 本期之后 我就看一下 我会用我的天的 在这里 你们两个字幕 那你会用我的手 分开 那你拿来 好